印尼巴厘岛阿贡火山这两天持续喷发 火山灰一度升至4000米高空 喷出大量蒸汽和熔岩还不时有剧烈震动 印尼当局今早宣布将火山警戒级别提升至最高的四级水平 印尼政府也下令火山周边方圆10公里内的居民撤离 疏散了23000人到224个避难所 阿贡火山喷发 巴厘岛国际机场也从今早7点开始关闭24小时 直到明天早上7点 机场关闭了 但却没有第一时间通知乘客 令乘客非常不满 巴厘岛阿贡火山爆发 马航和亚航也宣布取消今天27号来往基隆坡 登巴萨巴厘岛的航班 马航通过文告表示已经在昨晚通过手机短信通知乘客 并在马航网站脸书和推特上发布航班资讯 马航正密切监视情况必要时将调整来往巴厘岛登巴萨 努拉莱伊国际机场的航班 马航也宣布允许受影响的乘客全额退款或延迟行程至2018年2月底 或更改行程转飞雅加达四水或任何马航飞行的东盟国家 乘客可致电马航询问详情 至于亚航也取消所有来往巴厘岛的航班 亚航将通过电邮和短信通知受影响的乘客 受影响的乘客可选择更改航班 改成从原航班起飞点的30天内的统一航线 无需额外收费或保留票价 以在日后的90天内使用 乘客也可以透过亚航网站与客服联系 NTV7综合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